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三分气压无将冷,一竹光摇汉月明 这幅队联一听就是写给光宫观老爷的 一定是贴在哪个官地庙门框上的营联 没错,您算猜对了 今儿我要带您去一座小村 这个小村的名字叫丹侯宝 实地的寻访一下 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一座官地庙 丹侯宝在河北玉县城西北的九里处 明代的成化年间就有这座古堡了 正正经经的算个老村子 十几年前第一次来这座古村的时候 一直把这座村名念作善侯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这古堡里肯定住着一个姓善的侯爷 谁知道我算是想错了 后来跟当地的老乡一打听才知道 根本就不是这么的事 说起玉县很多村子的村民 那还是相当有讲究的 您比如说吧 大九屋头小九屋头 这些地名老了去了 这些叫法都是宋辽时期 对官办的九作风的叫法 您算算多少年了吧 您再比方说吧 筛子零罗 这一听啊 这地方啊就出过两种东西 一个呀是筛子 一个是零罗 咱们言归正传啊 那么这丹侯村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呢 再早啊 这只有三个小村落 没有正经的名字 一个叫啊东寨子 一个叫北寨子 还一个呢叫小宝 后来呢三村合并 因为这村里啊有两座小庙 然后呢大家就称呼这个村啊 叫双庙村 这建村以后啊 大概是明末清初那玩 有一个南方人啊 挑了个担子 来到这村落户 这担子的一头啊 挑着行李 另外一头呢 他担着一只猴 这南方老客啊 在双庙村落户以后啊 家族势力呢 随后逐渐庞大 后人为了纪念呀 干脆就把这双庙村 赶为了丹侯村 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座丹侯堡 这丹侯村堡啊 门朝东开 它一共啊 有东西两座堡门 堡门的石点上 刻着这村里啊 最后一位清朝的秀才 提起的丹侯村三个字 老官邸庙啊 就修在东门的门外 这座官邸庙啊 始建于明正德年间 到了嘉靖二十四年 这座官邸庙啊 已然破败了 村民呢 就决定重修 在这庙头了吧 就立了两根旗杆 原来这旗杆呢 它是木头做的 后来呢 因为这个风吹日晒啊 遭雄以后就折断了 到清光旭二十九年的时候 又有这本地的士绅出资啊 讲这两根木头旗杆 改成了石头旗杆 哎 重点来了 就因为这对石头旗杆呢 这破败的官邸庙 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河北省乃至整个赛上大地 这是唯一的两只石之旗杆 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 老爷庙的旗杆 它独一份啊 这石旗杆呢 造型清秀 雕刻相当讲究 杆体上啊 分别刻有琴棋书画 潘龙等图案 杆体呢 有两个硕大的石斗 隔为三段 上面啊 都是表扬官老爷的好画 什么至存汉史啊 德佩泥山啊 忠心惯日 还有义令参天 在下边的杆子杆上啊 就凿刻着刚才咱们 片头提到的那首营帘 三分气压 吴江朗 一株光摇 汉月明 这种石质旗杆啊 它在北方地区啊 确实少见 在吴越地区呢 我曾经见过 那些石杆啊 基本上都是家族祠堂的功德杆 相比较之下呢 丹猴宝 这两根旗杆啊 更显得是英雄傲骨 忠义侠魂 不愧是这古堡文化中的精华呀 随着预线呀 从资源经济 向旅游经济的转型 在外的很多古村宝啊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维修 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啊 维修的痕迹过重 修的过于的新 让游客看上去呀 缺少了赛外风情的那一份凄凉 这座丹猴宝啊 还保存着原汁原味的赛上古风 这是我强力推荐您来游览的一座赛外古堡 在这儿啊 您不但能看到六百年前明代的古西楼 古观地庙还能领略到啊 明清时期古村落的风情 还是咱们常聊的那句话 独拔千遍也不如原话一瞥 得机会呀 您还是亲自来这座古堡呢 体会体验一下 今天的赛上风情啊 我就陪您一起领略到这儿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是我能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